苏格兰男人为什么喜欢穿短裙 苏格兰短裙是一种从腰部到膝盖的短裙 用花泥布制作,布面有连续的方格花纹 今天的苏格兰人都会把苏格兰短裙当作礼服一样的正装 在婚礼或者其他较为正式的场合才穿 苏格兰的军队还把苏格兰短裙作为制服中的军礼服 但是苏格兰男人为什么喜欢穿裙子呢 苏格兰人这种习惯由来已久 这种方格短裙起源于一种叫大基尔特的古老服装 早在16世纪,苏格兰高地上的人们就喜爱穿这种格子花纹羊毛布料的披肩长袍 基尔特这个词起源于古老的斯堪蒂娜维亚语 意思是折起来包裹身体的衣服 它最初的形态是一整块长方形的布料 折叠缠在身上,腰间用皮带固定 关于苏格兰短裙的起源 一种说法认为,英格兰新教的贵格会教徒汤姆罗林逊是发明者 他在苏格兰高地从事钢铁加工 由于传统的大基尔特服在干活时很不方便 罗林逊便让裁缝将基尔特一减为二 苏格兰短裙由此诞生并很快在工人阶层流行起来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,早在1692年,当地部落首领就用两块宽布缝在一起,缠在腰上当作短裙了 不论哪一种说法,都说明苏格兰人穿短裙的历史很悠久,是长期的习惯流传下来的 1746年,英国统治者为了压制苏格兰叛乱而一度禁止了这种裙子 最高处罚是监禁或流放,结果引发了苏格兰人35年的抗争 最后迫使政府取消了禁群令 由此可见,苏格兰人对裙子的热爱早已上升到了民族尊严的高度 欢迎订阅简单生活频道,每天和您分享有趣的小知识